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听众上帝感谢你的恩 让我们能够在一起 有这个机会 借着诗篇跟雅各书上的话 在你面前有交通有思想 你来保守坚固赐福 让我们在你眼前蒙恩 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们来读诗篇四十七篇 诗篇四十七篇 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 让花圣的声音向上帝呼喊 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谓的 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他叫万民不在我们以下 又叫夜方浮在我们脚下 他为我们选择产业 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 上帝上身 由喊生相送 耶和华上身 由脚生相送 你们要向上帝歌颂 歌颂 向我们王歌颂 歌颂 因为上帝是全地的王 你们要用悟性歌颂 上帝在座王之里灌火 上帝坐在他的身旁座上 耶和华的群王居姬 叫做杨和拉罕水下地灯 因为世界的众牌是属于下地灯 他为至高下地 至高 好 那我们来看四十七篇 四十七篇讲的是 上了四十六篇我们讲的 我们要休息 要知道耶和华是神 在万民中 在偏地上被尊崇 所以这是一个 这一首诗 接下来这一首诗 也是让我们知道 耶和华作王的诗 耶和华作王的诗 他说我们万民 你们都要拍掌 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 夸胜的声音 就是欢喜的声音 欢喜的大声的声音 就好像在一个比赛当中 得胜欢呼的声音 这就是一个夸胜的声音 呼喊就是赞美 就是向神欢呼赞美 因为神是至高的 是至可畏的 是在全地之上的大金王 所以这里讲到 神是至高至可畏 一般我们讲神是至胜 至高至可畏 我们用这三个词 来形容上帝的 在这个万有之上 是万王之王 所以他是那一个最高者 他也是那一个 所有的万有 都将他 都要向他敬畏的那一位 他也是管理全地的王 那么这一个万王之王 怎么样对我们 就是第三节跟第四节 第三节跟第四节 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得以在神的面前 在当中欢喜快乐 欢呼神 上帝呢 如果神是一个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本来也就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那我们欢呼赞美他 重要的是 这个欢呼跟赞美 跟我们有份 用一个比较粗浅的例子就是 如果两队在比赛 对不对 然后最后有一队拿冠军了 是不是 那欢呼的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 一定是冠冠军那一边的 对不对 是有份的 对不对 这是很容易懂的一个观念 很容易懂的观念 所以这里也是一样 神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要记得 从比赛来讲 我们跟他同一队的 从比赛来讲 我们跟他同一队的 记得这个 所以我们是谁 他说 他叫万民 伏在我们以下 又叫列邦 伏在我们脚下 这一节的意思就是 他让我们做王 如果万民伏我们 那我们是万民的王 如果列邦伏我们 我们是列邦的王 列邦的王 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 我们欢呼赞美 神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那我们欢喜快乐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 他让我们做王 万民伏在我们的脚下 我们是做王的 万民之王 列邦伏在我们的脚下 我们是列邦之王 那么再来 他为我们选择产业 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 所以他让我们得产业 得荣耀 所以不仅神是 神使我们做王 而且把这个王 所当得的产业给我们 王所当有的荣耀给我们 这个产业是他选择的 他为我们选择的 所以他最适合我们 他对喜业给我们的 给了我们 还有呢 他叫 他把他是 我们是他所爱的 所以我们所得的荣耀呢 是被他所爱的荣耀 被他所爱的荣耀 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日子 天上就会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业的 这就是被他爱的荣耀 被他爱的荣耀 所以我们基督徒是 被神拣选 被神所爱 这两个最重要的 归在我们的身上 被神拣选 被他所爱 那么被神拣选 非常要紧 因为不在乎人的努力 不在乎人的用心 不在乎人的努力 不在乎人的用心 要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上帝愿意恩待谁 就恩待谁 对不对 要怜悯谁就怎样 怜悯谁 所以 卷选的意思就是这样 卷选的意思 就是他要恩待我们 他要怜悯我们 把那一个我们 不配得的给我们 把那一个应当归算在 我们身上的 把他挪走 不归算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来读诗篇 47篇的时候 这是对我们基督徒 非常要紧的 我们再看一到四节 诗篇47篇 一到四节 一节二节 我们常常说 我们要感谢神赞美神歌颂神 因为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要记得这是对的 但最重要的 我们的歌颂赞美 不是存了一个惧怕的心 而是什么 而是我们跟主是合一的心 所以我常说 我们跟主就像同一队 比赛的时候 那你所支持的那一队 得胜了 你就欢呼 对不对 因为你跟他同一队 那么 再来 我们在什么地方 跟他同一队 要紧的 他是万王之王 他让我们 他叫我们作王 这是一个在圣经里面 比较少有这样描述的一个方式 他叫我们作王 在这里这里讲 他叫万民胡在我们以下 又叫列邦胡在我们以下 所以我们作万民的王 我们也作列邦的王 所以耶稣讲了 那么我们属他的人 将来要在他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 这个是启示录第三章告诉我们 得胜的要在我的宝座上 与我同坐 正如我得了胜 所以当我们讲诗篇47篇 我们讲的是那一个同坐 得胜以后 得胜以后 跟主一同 做宝座 这个就是启示录 第三章告诉我们 讲到老底在教会的时候 最后讲到说 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 那么与主同坐在宝座上 与他同坐 所以这个 我们要放在亲上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 在这世上 要做长子 做一个得胜者 因为我们本来就在这个得胜的行列里面 所以我们要做网的 我们要做网 所以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人 跟我们在这世上 跟我们在世上的成就无关 因为我们不能用世上的成就 去换取天上的 跟我们在世上的努力也无关 对不对 这些都无关 我们为什么做网 是上帝拣选我们 上帝爱我们 所以他讲 他为我们选择产业 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 神爱我们 神拣选我们 把王的产业 归算在我们身上 也把这个王的尊隆归给我们 就因为他爱我们 就因为神爱我们 所以 那么刚才我要表达的是 拣选才是一个要紧的事 拣选 不在乎人的聪明智慧 是不是 在乎上帝的什么 拣选 所以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直接讲 神是拣选那个软弱的 叫强壮的羞愧 神是拣选那仪着的 叫聪明的羞愧 所以 许多时候 我们人会觉得 我在这世上不够聪明 或者我在这世上不够强壮 对不对 所以 有些时候 我们很羡慕这世上聪明人 我们念书的时候 努力了半天 可是就有那个聪明人 怎样 好像不太什么需要念就会 对不对 那么 我们也常常觉得 自己实在很软弱 但是有些人就是很强壮 对不对 那我们为了一些事情担心害怕的 有些人就是觉得没事 所以 我们常常会 羡慕那些 聪明的 强壮的 有能力的 但是记得 他们在这世上 是能够 相对来讲 比较好生存 比较有表现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上帝检险谁 上帝检险谁 所以 上帝说 我检险谁就检险 我怜悯谁就怜悯谁 恩待谁就恩待谁 对不对 然后对法老说什么 我将你兴起来 对不对 我叫你刚硬 就叫你刚硬 所以 法老预表的就是 在这世上 有能有权势的 但上帝 上帝让他有权有势 但上帝 也可以让他心刚硬 不把怜悯的恩典 作用在他的身上 所以 三到四节 这是我们基督徒 要放在心上的 不要看我在这世上 如何 有一天我们 在这世上 都将过去 我们在这世上 也会遭遇 许多的艰难 也会让 我们觉得 常常觉得 力不能胜 甚至 我常跟弟兄姐妹讲 属灵人通常会 有很长的时期 是什么 无能为力 我们在许多的事 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 但这些 都不会使我们 在得胜的事上 有亏损 也不会使我们 在得荣耀的事上 有亏损 要记得 这因为什么 因为这上帝 喜悦给谁就给谁 万有都是他的 他喜悦给谁 他就给谁 所以 雅各跟约翰的母亲 来求耶稣说 你德国的时候 让我的儿子 一个坐左边 一个坐右边 对不对 耶稣就讲得很清楚 那个位置 为谁 一辈就给谁 是不是 根本不是 人去怎样 去努力来的 不是 其实我们 有一个心态很要紧 我们因着信相信 我们可以努力 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可以在当中 有表现 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可以这样 或那样 都是上帝的恩典 但 在今天我要强调的重点是 在这一切 人所眼见的 人所得着的恩典之上 有一个坐王的恩典 在永恒的国度中 坐王的恩典 这一个恩典 是怎样 是赏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每一次 来到上帝面前 赞美神的时候 总要记得一件事情 是什么 我们是怎样 我们是得胜的那一对 知道吗 上帝是万王之王 我们也是万王中的一个王 知道吗 他让我们做王做主 他让我们做宝座 所以我们是跟他一起 欢呼赞美 所以以后 如果有人问你 你为什么要赞美神 你就说上帝让我在永恒中 坐王 不是说我今天 上帝给你什么好 不是今天的好 乃是在那一个永恒国度里面 他叫万民 服在我们以下 列邦服在我们脚下 他为我们选择产业 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 记得这一切都是上帝自己拣选 自己爱的 自己拣选自己爱的 所以我们信心就是放心 就放心 第五节 上帝上身有喊声相送 耶尔瓦上身有脚声相送 喊声跟脚声都是那一个 坐王的时候呼喊的声音 呼喊的声音 就是我们的神坐王的 声道至高的 神什么时候声道至高作王 就是从死里复活 所以以福所书第四章就讲 他身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什么 仇敌 对不对 身上高天掳掠了仇敌 所以神把他声道至高 神把他声道至高 所以他声道至高 掳掠了仇敌 所以天上就有欢呼赞美的声音 就有欢呼赞美 因为那一个在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 那么呢 神做王 神做王 神做王的彰显 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 所以第六节说 你们要向神歌颂 歌颂 向我们的王歌颂 歌颂 因为耶和华是全地的王 我们要用悟性歌颂 所以这里就讲到 我们在这一切的思考当中 向神的歌颂赞美 祂是万王之王 祂是万主之主 祂是在所有之上 而且我们歌颂的时候 在这里说 用悟性歌颂 悟性 这里的悟性 讲的就是 明白神旨意 明白神旨意 悟性是用来 明白上帝的旨意 所以当这里说 你们要用悟性歌颂 就是说 你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 而歌颂 明白神的旨意 那我们为什么歌颂 因为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 明白上帝的旨意 所以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 所以我们歌颂 歌颂 明白上帝的旨意 祂身上至高 然后要我们与祂一同作王 所以我们明白上帝 会完成祂自己的旨意 所以我们就歌颂 歌颂赞美我们的神 所以祂作王 祂在宝座上 治理万民 治理万民 然后呢 列邦的君王聚集 要作亚伯拉罕之神的名 因为世界的盾牌 是属神的 祂为至高 那么这里就讲到 列邦的君王 都要在上帝的面前 作亚伯拉罕之神的百姓 的百姓 那么呢 就表示什么 这个列邦的君王 跟前面列邦胡在我们之下 那么记得 我们是列邦的君王 我们是列邦的君王 我们都成为 耶和华神的 亚伯拉罕之神的名 名 这个名是讲 不是附数的名 是单一的 单一的 就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 在上帝面前 成为他自己的那个名 那个百姓 因为神成为我们的护卫 我们的 我们世界的盾牌 成为世界的护卫 成为世界的保护 一切的权柄 都属神 祂为至高 所以47篇 开始讲到 神作王 神作王 神作王是 我们从45篇开始讲 王室的婚礼 讲到作王 然后接下来就讲到 西安的歌 我们要在 要在当中 在神的山那里止息 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要安息在主的里面 47篇就告诉我们 神作王 神也使我们作王 我们跟祂一同作王 神作宝座 我们也跟祂一同作宝座 跟祂一同作宝座 所以我们是属神的 蒙祂拣选 蒙祂所爱 祂成为我们的帮助 成为我们的护卫 祂成为我们的神 所以这就是神作王 我们在上帝面前 欢呼赞美感谢 所以用这个体会神旨意的心 来歌颂赞美神 所以这就是诗篇 47篇 这一首诗篇 常常成为我们 心里面的 心里面的一个思想 特别我们在世上 无论遭遇什么事 记得一个 我们已经在得胜的行列当中 我们说是列邦的君王 但是第三节 就要列邦 我们下个列邦 什么时候 这个后面的列邦 是讲教将来在永恒国度里面的列邦 到底那个是我们 是怎样 我们不知道 你哥请问一下 所以神他不会属某些人 可是会让某些人的心刚硬 是这样吗 就是好像 是不是好像 他都会发度取通知 可是你要不要来报道 是你的决定 不是这样 从某个位置上看是这样 我常跟你们讲 看上帝的事情 要看你占什么位置 如果你站在人的位置上看 你看得到的是什么 上帝发出邀请 你也不愿意回应他 对不对 这是这个位置 但你站在恩典的位置上看的时候 就会发现什么 是上帝拣选你 这就是你看上帝的 上帝国的位置 我再讲一遍 你站在恩典之外看的时候 是上帝发出呼召 谁愿意来就可以得 就可以白白的得 知道吧 所以你会觉得说 上帝像所有的人都发出呼召了 愿意的人就可以白白得 但是当你进入恩典以后 你看到的是什么 是上帝喜悦我 艰险我 那些都是上帝的卷选吗 都是上帝的卷选 要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些话 我们总觉得怎么会这样 譬如说 譬如说 耶稣讲 对不对 财主进神的国怎样 难 对不对 那耶稣讲这句话 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话 还是告诉我们 这就是事实 你们说 其实就是事实 其实财主 可以说是有钱人 财主也可以说是 聪明 智慧 通达 顺利的人 对 所以保罗讲了一些话 我们就觉得 上帝这样公平 在哥林多前书 他讲什么 神简选软弱的 叫强壮的怎样 羞愧 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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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着的 叫聪明 的羞愧 简选 那些没有能力的 叫那个刚强的怎样 羞愧 那么刚强 刚强 聪明 然后 有能力这些 其实在这事上代表什么 大家追求的 不是吗 对不对 可是 在十字架面前 上帝的拳选 反而是让这些人羞愧 这是一个提醒 提醒上帝在 在这一个 给在做事上头的 一个作为 就是 就是让人 要让人做一件事情而已 就是你要放下自己 人要放下自己 对不对 有病的人才需要什么 医生 那问题是 所有的人都有病 但谁愿意承认有病 我们讲实在话 反而是顺利通达的人 不愿意承认自己怎样 有问题 这实在话 对不对 你想 如果你是知幽班里面的前段班 升学都是第一志愿 对不对 然后出来找工作 也都是什么 最好的 好几个好的在等你 那你想这样的人 很难在上帝面前 承认一件事 我是罪的 因为 对他来讲 他的错都是有原因的 我不敢说是别人的错 我只能说都是有原因的 都是有原因的 对不对 所以 讲一些自己好了 其实以前周姐就跟我讲 对不对 那我觉得 他就常常说 你都不认错 我就跟他说 我如果知道错 我怎么还会去做 你看很骄傲 你知道吗 你就觉得说 我这么聪明的人 我知道错了还是错 对不对 其实 就好像你 你一个会下棋的人 是不是 你在下棋 别人都输你 是不是 所以你总觉得 你不可能下一步什么 错得起 对不对 你总觉得 事出必有因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人说实在 很难在上帝面前 做一件事情 我是一个罪人 除非上帝 让我们到一个光景 光照我们的心 我们才愿意承认说 我真的是一个罪人 所以当我们在恩典里面 我们就会知道 没有什么可夸的 都是上帝的简选 都是上帝的怜悯 所以我们刚才用诗篇 就是提醒大家 我们为什么赞美神 记得我们要做王 做宝座 知道吗 你歌颂神是万王之王 那你是什么 你是万王中的其中什么 一个王 因为他叫万民 伏在我们的脚下 叫列邦伏在我们的脚下 所以这个 记得我们在得胜的行列当中 这些是使徒保罗讲的 基督的心香在我们的身上 对不对 所以不要用在世界上 别人怎么看你 你怎么看你 来认定你 知道吗 在这世界上 你可能比不过别人 无论在财产上 在聪明智慧上 但记得这不是最重要 这不是要 你的遭遇 也有可能上帝让你就是很不顺利 上帝就让你碰到有一些 你就是无能为力 但记得 即使是这样 我们仍然相信 上帝简选我们 祂爱我们 所以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 很辛苦 但我们仍然可以怎样忍耐 仍然存着一个盼望 存盼望 我们基督徒会这样想 就是说 就是我们是出生之路的事 但是我看那个神经的 他说 在对于那种 对基督徒来讲 甚至他们没有经过福音的 他们就有一个很单纯的心 就是认命 那样子的认命 跟他们这样子的 跟他们认命之后 他提供他有些人认命之后 其实他的心境也是转坏的 但是那样子所谓的认命 在神的眼中 他是因为神也说给 到时候将来是说 将来是说 看有什么就判死他 没有就把 但对他们来讲 是不过福音的对他们 可是他们就是认命 然后也信然接受 然后在认命当中 他们也是好好的 那在神眼中 那算是 算是 就是怎么讲 就是说 他算是一种 就是相信神的拣选 就是在未来之后 因为他们没有 但这时也不用没有 你看他 但是 那是一种相信神的拣选 这个我们不太知道 但是我们只有求神光照他 就是我们总盼望一个人 他最后可以平静安稳的 接受临到他身上的 但我们更求主帮助他知道 这些临到他身上的 他是否能够有一个盼望在他里面 那很多人这样子 他并没有什么盼望 他只是说 好吧 我就这样认命了 但他没有盼望 所以碰到这样子的人 我们告诉他们 你是大有盼望的 因为有一个救恩 为你预备好在那里 所以如果我们碰到长辈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思 那我们就肯定他 就是他把人生看得很透彻 因为就像所罗门王 对不对 虚空的什么 虚空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跟他讲 这时候我们也不再跟他讲罪的问题 我们跟他讲盼望 就是说我们就肯定他 知道他的心境 能够走到今天这么样的一个接受 你所临到他的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然后就告诉他 上帝不是只要我们这样 上帝愿意为我们预备 那一个救恩等候我们 让我们的灵魂 不仅在这世上 可以平静的度过 更可以进到那永恒里面 我们仍然把永生带给他们 福音带给他们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